日前,许兰儿州行政议员黄思汗透露,亚洲移动科技私人有限公司,被选为八升股电造客户车计划的其中两家公司之一。 而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员正是青年集体育部长杨巧双的丈夫,拉曼·詹德兰。 这一消息公布后,该公司便被质疑在招标的过程中享有优待,引起多方的争议。 面对质疑,杨巧双今天在不成出席活动时拒绝回应。 仅表示这和青年集体育部无关,闭口不谈此事。 不过,反汇会首席专员阿詹巴基随后表示,该公司获得雪州政府的合约并不违法,因此反汇会不会介入调查。 随着争议不断发酵,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表示,如果接获相关的举报,执法当局应该将其作为正常案件进行调查。 其实,雪州大神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早在昨天就已经表示, 州政府愿意公开该公司获得参与八升股电造客户车计划概念验证机会的详情。 此外,前无亲团长凯里在本身的播客节目中表示, 杨桥双过去总是站在道德制高铁上抨击国政政府。 如今,她的丈夫公司获得雪州政府的八升股电造客户车项目引起争议, 令她过去的言论显得虚伪并污染了其道德地位。 当时,她也指出,政府应设立部长行为守则, 牛鼠部长们在申报涉及其配偶的任何商业交易以避免利益冲突、 裙带关系或认人为亲的情况。 另外,无亲团长阿克玛也在面子书发文调侃杨桥双, 说到,恭喜,或许裙带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了她本身的含义, 看来只适用于其他人而不是本身。